在单位上上班的时候有一个乒乓球培训中心 因为小的时候喜欢跟妈妈去单位上玩 然后我又在跳楼梯凳 然后就是可能要比同人的小朋友可能运动细胞更好一些 所以我觉得一直在跳 然后教练突然就看见我了 说你跟我去打乒乓球吧 后来我说我不打 因为我从小比较喜欢篮球和足球那种集体的运动 就很好玩 因为我从小性格比较偏男孩 但是我不太喜欢乒乓球 我说不去 他说我带你去看很好玩 我说我不打 我说你别拽我去 我死也不打乒乓球 我就没意思 因为球很小没意思 然后就让我去了 带我过去 过去后去看那小孩在那盯球 就颠了三个月还颠不起来呢 然后我拿一个盘就能颠 就能颠很多下 然后就连这个就是 你还有这方面的天空 那个我还是不喜欢 然后呢 这个然后 要我拿一个盘上来打球 就随便就能打 从来都没碰过球盘 然后这么打 能打个六七下七八下 然后觉得这么简单 就还是不喜欢 然后就跟小孩在一起玩捡球 就是在桌子底下 听到那种当当 碰球台和球的撞声 你从此以后就喜欢冰棒球 其实我们训练的时候 是比较紧 然后每天早上起来 应该是七点半的集合 然后集合吃饭 八点半集合训练 然后练完以后 应该是十二点的车 回来吃饭 然后可能一点 午睡 午休 午休完了三点一刻 发射去训练 然后练完了以后 是七点左右 然后是吃饭 吃完饭以后 休息一下 然后要治疗 治完疗以后 可能再去研究一下 技术录像 看一下技术录像 可能这样忙活 全部忙活完了以后 洗完澡以后 躺来床上 应该大约在 九点半或十点了吧 然后我们十点吧 就要熄灯 更多的是 可能是教练 来与我的亲人 可能来与我的朋友吧 他们的知识 可能给我更多的动力 让我继续查了自己的梦想 然后继续走下去 其实我没有什么过多的偶像 因为我觉得我网球里面 可能喜欢费德勒 然后目前从世界杯 足球世界杯 最近的世界杯开始 可能比较喜欢梅西 然后可能就是 没太有这种偶像 所以我觉得还是 因为之前我们这个乒乓球队 有很多一些世界 他们都是一步一步 这样走过来 可能他们就是我的榜样 应该是在奥运会之前 12年之前 12年的年初 因为那会竞争非常激烈 然后每天的那会儿 我自己是情绪上竭尽崩溃 因为大赛越来越近 然后我觉得 奥运会对我来讲应该是 一辈子可能也许就这么一次 所以我觉得非常珍惜 同时也非常渴望去拿冠军 因为这是对我们乒乓球来讲 是最高的荣誉 所以我觉得那会儿压力非常大 然后对我个人来讲也是那样 然后就竭尽情绪崩溃 然后我觉得我那会儿 每天半夜都会订个闹表 然后起来 其实我就那会儿就是想折磨自己 想就是看看我自己的潜力 到底要有多大 因为我睡眠不是特别好 我每天会订表 两点半一个闹钟 四点半一个闹钟 起来写一篇训练日记 哪怕这个训练日记写的不又很长 哪怕是一句话 哪怕是一个字 我都要从床上爬起来坐起来去写 可能那会儿就是 一定要把自己在这种骨子里的狠劲 逼发出来吧 所以我觉得那会儿 做的这个行为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可能现在回想起来 觉得对自己确实挺狠的 我在奥运会赢完了以后 我觉得没有过多的特别的兴奋 或怎么样 只是觉得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白费 然后我觉得可能我很少在大赛当中赢完以后会哭 因为奥运会确实是 觉得对我来讲太不容易了 这十几年来讲经历的很多很多 然后痛苦也很多很多 最后我觉得我赢到这个比赛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些 发自内心的那种感动吧 其实我的爱好挺广泛 一般小女孩喜欢的 可能我都比较喜欢 然后逛街呀 然后就喝咖啡聊天呀 但是可能我更多的 如果真正有时间的话 我比较喜欢就是做饭 然后去学习一下这种 因为我比较喜欢 看别人做各式各样的甜品 非常好看 对然后可能我以后下来以后 我觉得首先首选的可能先是这方面吧 其实做来讲 现在做的很普通 就最普通的那种蛋糕 但是像现在伊甸在学 我比较喜欢吃那种起司蛋糕多一些 浓一点的 所以我每次来到欧洲的时候都控制一下 怕自己在这吃多会长胖 我应该会开一个咖啡厅 然后做我喜欢的那种甜品 然后每天很多客人来吃 然后我觉得这种很欣慰很满足 然后大家都吃到我做的东西 我觉得我很感谢 因为推移以后我觉得我会想 然后也是 因为这是一直除了打球以外的这个一个梦想 是我自己小小的一个这种生活 对生活的这种追求 所以我觉得希望自己能够快点实现吧 I am Li Xiaoxia from China 我已经放了我去过去 不要喝 我为你发生了 那么 студ人 我可以让你来到这个团柄 那你会那个东西